张爱玲秧个正文第一章 一到了这个小镇上 第一先看见长长的一排茅厕 都是迎面一个木板照壁 架在大石头上 绊遮着里面背对背的两个坑位 接连不断的十几个小茅棚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但是有时候一阵风吹过来 微微发出臭气 下午的阳光淡淡地晒在屋顶上 白苍苍的茅草上 走过这一排茅厕就是店铺 一排白色的小店 上面黑郁郁地矗立着一座大山 山头上又现出两抹蛋清的远山 极窄的一条石子路 对街拦着一道碎石矮墙 墙外望出去什么也没有 因为外面就是抖得削落下去的微波 这边一盘店里走出一个女人 捧着个大红阳子脸盆 过了街 把一盆脏水往矮墙外面移到 不知为什么 这举动有点使女人吃惊 像是把一盆污水露出天涯海角 世界的尽头 差不多每一盘店里 都有一个杀气腾腾的老板娘坐镇着 人很瘦 异常焦黄的脸 头发直披下来 垂到肩上 齐眉在着一顶粉紫绒线帽 走耳边更坠着一颗孔雀蓝大绒毯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新出来的这样的打扮 倒有点像戏台上武生般的陆林大道 使过网行人看了很感不安 有一盘吃事店卖的是小马饼与黑芝麻磅糖 除这两项之外 柜台上还堆着两叠白纸小包 看不出是什么一类的东西 有人来买了一包 当场就拆开来吃 原来里面包着五只小马饼 柜台上另外一叠纸包 想必是黑芝麻磅糖了 不过也许仍旧是马饼 另一店柜台上一刀刀的草纸堆积如山 靠门阙悬空 定着个小玻璃厨 里面陈列着牙膏牙粉 牙粉的纸袋与发家的纸板上 都印有五彩明星照片 李丽华 周曼华 周璇 一个个都对着纳空的街道欠笑着 不知道怎么 更色了那荒凉之感 几只母鸡在街上走 小心地举起一只脚来 小心地踩下去 踏在那一颗颗 嵌在黑泥静儿的小圆石子上 东头来了个小贩 挑着单子 卖的又是黑芝麻磅糖 不论是乡下 是城里 永远少不了有这么一厢烛店 尖卖灯笼 一簇簇的红蜡烛 高挂在屋梁上 像长形的红果子 雷雷地垂下来 隔壁的宜殿堂里 四壁骁然 只放着一张方桌 一个小女孩坐在桌子跟前 用机器卷土香烟 那机器是个绿漆的小洋铁盒子 大概本来是一只洋油桶 装了一只饼 霍霍摇着 太阳像一只只狗拦截躺着 太阳在这里老了 路上来了个老太婆 叫住了那小贩 问她芝麻糖的价钱 她仰着脸去着眼 向她望着 忽然高兴地叫了起来 咦 这不是和声哥吗 你们家两位老人家都好 和声嫂好呀 你四婶好 那小贩起初争住了 但随即想起来 她是她四婶的娘家亲戚 仿佛曾经见过两面 她个子生得矮 脸型很短 超下巴 脸色晒成深褶红 像风干的山芋片一样 红而皱 向外卷着 她戴着旧式的肩口黑帽扎 穿着补了又补的蓝布大袄 她总是弥缝着眼睛 仿佛太阳正照在脸上 说话总是高声喊叫着 仿佛中间隔着大片的田野 你这位大婶 难得到镇上来的吧 这小帆问她 哎 我今天是陪我侄女儿来的 老妇人大声喊着 侄女儿明天出嫁 嫁到周村 今天到区上去登记 那孩子可怜 爹娘都没有了 就一个哥哥 嫂嫂又上城去帮人家去了 家里就是一个可可 他们周家从多 今天他们都要到的 我们这边人太少了不像样 我只好也跟了来了 她仰着脸去着眼望着她笑 哎呀 也真是巧怎么会碰见你的 我们刚来 正在那边路亭里歇脚 我对他们说 我说你们先在这儿做一会 我去瞧瞧 看他们周家的人来了没有 不要我们比他们先到 显得新娘子太性极了不好 新郎来了没有 来了 来了 我瞅见几个周家的人 坐在区公所的台阶上 我得要走了 去把新娘子领来 让人家老等着也不好 你也不要老站在这里说话 耽搁了生意 生意好吧 你刚才说这堂多少钱一斤 这小贩这次就不肯告诉他价钱了 他弯腰捡起两根棒糖 硬塞在他手里 大婶 这个你拿去吃 尝尝 还不坏他胡起脸 推开了他的手 哎 不行 不行 没这个道理 这些年没见面 哪有一见面就拿人家的东西 你拿着 拿着 带回去给小孩子吃 这倒是想买点回去哄哄孩子们 不能叫你送 我自己是吃不动他了 老楼 牙齿一只都没有了咯 两人推来让去好一会 那两根亮莹莹的白花点子小黑棒 稀稀融化了 粘在小贩手上 他虽然面带笑容 脸上稀稀泛出红色 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费尽唇舌 那老太太终于勉强接受了 满腔委屈地辞别了他 盘山地走开去 他这一转背 小贩脸上的笑容顿时移转地盘 在老太婆的脸上出现 他板着脸挑着单子走了 他却是笑吟吟的 小脚一拐一拐的 走过那一排店铺与茅厕 出了市镇 像观塘大路上 那座白粉墙的亭子走去 碰见一个人 他老远就喊着 再也想不到的 我不是有个表妹嫁到桃西 这就是他婆家的侄子 我看着他好像眼熟 这些年不见 都不敢喊出口来 他侄子金根听得有点不耐烦起来 他们来了没有 周家的人 他问 他站在路亭的穷门下等着他 是个高大的年轻人 面貌很俊秀 皮肤是暗淡的泥土的颜色 宽肩膀 隔着一层棉袄都看得见 就棉袄越穿越薄 而且洗退了色 退成鸡蛋的蓝 来了 我看见他们来的 来了 那我们去吧 金根回过头 向他妹妹说 他妹子金花 像没听见似的 他坐在亭子里 背对着他 正在吐唾沫 在手绢子上 替那小女孩擦手 小女孩是金根的女儿 他们今天把他也带了来了 那孩子正在那儿闹别扭 因为他不明白 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 他烦躁地 在板凳上爬上爬下 又伸手去摸那扇形的窗户 把两只手摸得乌黑 不久他一定会把那些灰 都抹到他姑姑的新衣服上去 金花今天穿着的三件紫红布棉袍 也就是明天的结婚礼服 金根看他妹妹不答话 他站在那里插着腰望着她 透出没有办法的样子 老妇人喘着气走进路亭 怎么不去 他大声喊着 走吧 我们走吧 金根对他妹妹说 别这么老脑筋 谁老脑筋 他并没有回过头来 也得让大娘坐下来歇会儿 喘过这口气来 才走来又走去 人家不累吗 走吧 走吧 谭大娘说 别害臊了 现在这时事不心害臊了 谁害臊 金花赌气站起来 领着头走到镇上去 他今年18岁 可是看上去还不到这年纪 稚气的秀丽的脸 嘴唇微微张开着 因为前面有一只牙略有点爆 他的头发前面捧得高高的 额上一排大稀疏的前刘海 刘得很长 直垂到眼睛里去 痒缩缩的 所以他总是弥缝着眼睛 从发丝里向外面望着 仿佛带着点焦虑的神器 这小小的行列 他走在最前面 老妇人在后面紧紧跟着 就像是怕他随时会转过身来逃走 金根抱着他的女儿 跟在他们后面 快到驱公所的时候 老妇人就本能地走进一步 拖住金花的肘弯 掺着他走 大娘 别这么封建 她自己会走 金根说 驱公所前面坐着蹲着的人群中 起了一阵阵骚动 他们来了 新娘子来了 大家喃喃说着 有几个周家的人走上来 韩啸和金根招呼 有个五十来岁的高高的妇人 一脸精明的样子 是新郎的寡妇母亲 朝着谭大娘走过来 抓住他两只手说 哎呀 大远的路 让你走这么一趟 真不过意 明天要做新郎的那男孩子 站得远远的微笑着 谁也不朝新娘子看 但当然他还是被观察着的 他也微带着笑容 而仿佛心不在烟室的 漫无目的四面望着 大家招呼过了 就一同进去 先经过一番低声争论 要推出一个人来 出面和干部说话 当然应当由男方上前 而且刚巧新郎的母亲 在一切有关方面 是他最年长 但是他坚持着 这不是女人做的事 要金根去 金根一定不肯 最后是新郎大大哥 做了代言人 和干部说明来意之后 大家都挤在桌子前面 等着干部找出该田的表格 新郎新娘被推到最前方 低着头站在桌子跟前 你名字叫什么 干部问那年轻人 周大友是那里人 周村的人 你要跟谁结婚 他很快的咕噜了一声 谈金花 因为他能劳动 金花也回答了同样的问句 实践吧 什么要跟他结婚 他也照别人预先教的那样 难难念着标准的答案 因为他能劳动 任何别的回答 都会引起更多的问句 或许会引起麻烦 B2新郎新娘在表格下面 纳了指印 他们的婚姻在法律上已经成立了 但是习俗相言 明日还要热闹一下 暂时新娘还是跟着娘家人 一同回去 周家和谭家的人 在区公所外面分了手 明天早点来喝 谭大娘新郎的母亲再三说 你今天早点回去歇歇吧 明天有你忙的谭大娘说 谭家几个人在小镇上 缓缓走着 一路看热闹 惊花静静的 一句话也不说 手里牵着那小女孩 他们走过镇上唯一的饭馆子 是一座木板大的房屋 那没有漆过的木板 是一条条不均匀的鲜明的橙黄色 门面很高大 前面完全敞着 望进去里面黑乎乎闹哄哄的 房顶上到处有各种石料 雷雷地挂下来 一颗颗白菜 灰扑扑的火腿 长条的鲜肉 乳白的脆的豆腐皮 与淡黄色半透明的起泡的鱼肚 都挂在客人头上 跑堂的同时也上灶 在大门口沙沙地炒菜 用夸张的大动作抓把盐 撒点葱花 然后从另一只锅里 水淋淋地捞出一团汤面 吃了一声投到油锅里 越发有飞沙走食之势 门外有一个小姑娘蹲在街檐上 穿着油拆绿的裤子 像白泥灶里添柴 饭店里流利的热闹都满意到街上来了 金根的小女儿站在饭店门口 不肯走 金花硬拉她走 她哭了起来 盼命向后震子 赖在地下 不要哭 不要哭 老妇人说 明天就好东西吃了 明天你姑姑出嫁 我们都去吃喜酒 又吃鱼 又吃肉 你再哭 明天不带你去 但是连这个也吓唬不住她 孩子闹得使大家非常久 饭店的伙计站在灶前向他们看着 那蹲在外面添柴的女孩子 也别过头来看她们 金根弯下腰去 把孩子一把抱起来 不管她怎样挣扎着乱踢着 她很快地走出了市场 孩子哭得一抽一抽的 不要哭 她柔声说 你妈就要回来了 她带好东西来给你吃 你还记得妈吧 孩子的妈在上海帮用 她几个月前就写了信回来 说她要辞宫回来种田 金根现在分到了田了 自从土改以后 但是家里仍旧很苦 全靠她在外面寄钱回来 所以她一直延挨着没有辞宫 金根现在对孩子说是这样说 其实她心里孤着 她今年不见得能回来过年 他们这孩子叫阿昭 无非是希望她会招一个弟弟来 但是这几年她母亲一直不在家乡 所以阿昭一直是白白的招着手 不要哭 阿昭 金根喃喃说着 妈就要回来了 带好东西来给你吃 这话似乎并没有发生效用 但是那天晚上 她听见她问金花 姑姑 妈什么时候回来 爸说妈就要回来了 她脸红得非常厉害 因为被人人发现 她在那里想念她妻 分明是盼望她回家 这是晚饭后 她正站在门口吸汗烟 背对着房里 然后她听见她妹妹的回答 唉 妈就要回来了 你有妈 不会想我了 她的声音听上去是微笑的 但似乎有点悲哀 她上床以后 看见她妹妹房里还点着灯 早点睡吧 金花妹她高声喊着 明天你还要走十里路 你还没睡 你来回要走二十里呢 灯仍旧点着 她听见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她心里充满了惆怅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